這個呢他是在講說呢 有一個 算是 搶案 就是在一個 光天花日的狀況下呢 有一間呢 算是健身房 他們的很大型的健身器材呢 在光天花日這樣被人搬走了 而且這樣有沒有人發現 那他就被說是這樣怎麼可能 那個東西在健康裡面然後呢 那時候是大家都在那時候是營業中 然後會有應該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一些工作人員 在現場嘛然後一定會有 其他人在那邊做運動 為什麼沒有人發現呢太奇怪了 所以他就在左手調查研究 他說他還發現什麼樣的狀況呢 這跟我們之前 常常講的兩個實驗很有相關 第一個呢就是選擇性的注意 還記得我們那個快思脈想在前面 有講到那個 為什麼你沒看見大清新 就是呢當你呢 在專心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其實是會忽略到旁邊的事情的 尤其是如果那個認知負荷 大的時候 例如說在我那個 為什麼沒看見大清新他們在傳球嘛 一個是藍 一個是穿紅色背心的 一個是穿白色背心的 然後他們在那邊傳球 然後叫你計算說 那那個紅色跟紅色傳球的次數多少次 然後突然有個大清新走過去 然後我們是沒看到他的 那呢發現這個實驗呢 如果加深那個難度 就是不只是叫他計算 就是紅球跟 就是穿紅色背心跟紅色背心的人員 傳球而已 還要計算白色跟白色 然後還有就是不小心被劫走的 如果是增加他的那個計算的那個次數的話 或者是增加看的難度的話 他發現那個沒看見大清新的比例 是增加的 而且沒看見的人非常的多 你可能一開始計算的時候 可能只有一半人沒看到 可是呢 因為增加難度之後 因為你要更認真算嘛 你不只要算其中一種而已 你要算第二種第三種 那呢 沒看見大清新的人就變多了 所以這種選擇性注意呢 就會影響到這個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搶案的情況 那那個什麼呢 那個犯罪人有可能怎麼做呢 第一個他可能有一些共犯 例如說他可能會在那時候呢 他們去那個健身房的時候 然後呢 可能是趁他們在辦活動 然後大家很忙亂 就是因為活動就大家知道嘛 如果是那種突然辦活動一天的 那大家可能會有一些很 就是很混亂的狀況要處理 那工作人員可能就為了要把活動辦好 他可能就沒有心思去 注意到旁邊周圍發生的事情 連有人可能把他們健身器材很安貴的搬走都沒發現 這是可能有共犯的影響 還有第二個呢 就是在講那個是嗎 改變是嗎 有一個實驗呢 是這樣子的 就是呢 有一個人呢 停下來 有一個人呢 有一個人去打他做填問卷 然後填問卷的過程當中呢 突然中間有一個隔著大大的木板的 兩個工人 從他們中間走過去 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借過一下 然後呢 在那個班那個很大的那個 木板的時候呢 偷偷換掉呢 做問卷的那個人 狀況是這樣子 我直接畫圖解就是這樣 這個是學生A 然後呢 這個呢 三角形這個人呢 這是呢 做問卷的那個人 然後呢 就有兩個人呢 然後那個很大的木板 然後呢 經過他們 那經過他們的時候 是木板 不然隔住他們了嗎 那他就這時候呢 把這個人呢 換成一個呢 畫畫頭的一個男 另外一個人 他就這個 換成他這樣子 然後呢 就問 然後呢 繼續做問卷嘛 那這個走掉的時候 就變成是他了 那就問說這個 問他說 問這個A做完問卷之後 問他們說 那你剛剛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 沒有發生什麼事啊 都沒有發生啊 就很正常 就剛才有人走過這樣子 他完全沒有發現這個人 已經變成這個人了這樣子 對 連即使他的那個髮型 就是很誇張 例如說 可能 反正是我在沒辦法做 然後胖門切一年 他就沒發現 整個體積變大了一輩子 然後他還是沒有發現 所以呢 這就是改變式嘛 就是呢 當你在做專事做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是會沒有發現的 那最近呢 用在搶案是怎麼樣呢 如果是搶劫 就是搶 如果是要去搶銀行的人啊 搶這個包 會不會那個 教壞那個什麼呢 教一些 槍培一些方法 就是呢 你要讓 如果你真的要去搶銀行的話呢 這個 那個什麼呢 科學教研究 搶銀行的話呢 如果你手上有拿槍 你的臉被記住的比例是降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 因為你 因為我們身體激發門 我們會注意什麼 那支槍 我們會很緊張 他開槍 或是我們生命造成很大的危險 所以呢 你會把所有的注意都注意到什麼 那支槍上 所以呢 當那個 槍案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有帶槍的話 他被指認出來的比例是降得很低的 即使他沒有戴頭罩 即使他就是這樣大大大去 然後呢 他早上拿槍 之後要叫現場的人 指認說到底是誰 槍 銀行的 很少的有辦法指認得出來 這跟我們的 那個什麼呢 這個 市場的關係 因為我們 把所有的注意都 都放在這個 這個 這支槍上面 所以那個 那個案子後來有沒有破案呢 到底有沒有 找到那個 把那個大型的 那個 建設器來搬走的 的罪犯呢 沒有 找不到 可是呢 就是從這個過程當中 科學家研究說 我們的那個大腦的運作啊 其實是很特別 我們就選擇性注意跟改變事忙的部分 會讓我們覺得說 欸 根本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啊 在光天 光天 化日之下呢 怎麼可能會有人吧 這樣那麼大型的事情 東西搬走我們就沒有發現了 第二個實驗呢 是在講 沒有自信的人啊 通常呢 消費 的 比例是上升的 就想說 欸 為什麼這個有相關嗎 你要想嘛 通常比較沒有自信的人 他就是對自我價值感 感就是呢 他缺乏 內在的價值嘛 他覺得他自己自我價值感 自我價值感 是低落的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他就會需要靠 外在的 消費 可能是名牌 可能是 呃 他的穿著 可能是別人看得到的部分 來增加他的自我價值感 所以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 通常我們認為負債的人啊 我們應該是覺得說他應該是要更節省 他要把他的債務還清嘛 可是發現不是喔 剛好相反 就是呢 負債的人呢 他們呢 反而會靠 消費的方式 然後呢 讓他們的心理更舒緩 那這變成是一個負向的循環 就是 因為你負債 然後壓力很大 所以你就靠消費來給錢的壓力 就造成壓力更大 所以造成一個負向的循環 所以有時候呢 你要知道說 消費的心理學是跟那個人本身 是很有相關的 像我們剛才講的就是自我價值感 跟你用消費來肯定自我價值 這是互相是有相關的 然後第三個是很有趣的地方 是在講飲食的部分 他說我們要怎麼戒掉呢 餅乾啊 或者是戒掉我們想吃的東西 就是我們很想吃東西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 讓自己吃比較少 他說呢 你要知道說呢 預期報仇 通常會比實際報仇的 我們會覺得更 更有更具吸引力嘛 我們預期會得到的時候 因為分泌多八嘛 我們會很想要去追求 所以呢 你不能想像說你在吃的 吃的樣子 你要想像什麼呢 你已經把東西吃下去的樣子 當你吃的話 你就會有滿足感嘛 你就感覺你已經吃了 那那個滿足感會減少 你會想要吃它的慾望 所以我們在前面放這些餅乾 其實是要訓練大家 用心良苦 讓大家有沒有 如何戒除你那個什麼呢 不要吃零食的方式 就是呢 你先想一想 你這個零食吃到你嘴中的 那個感覺是怎麼樣 然後你就不會真的真的想吃 可是你還是可以得到那種滿足感 所以這個 你實際去做這個 發想的時候 或者是做這個練習的時候呢 其實是可以降低你的口 就是你想吃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減少你想吃東西的那個慾望 那你可以呢 比較控制你的食量這樣子 好 好